这个各位一定要分析哦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要教各位念要念得很认真 你念得很认真 真实要让众生故意 真实带着众生忏悔发愿 真实带着众生发菩提心 真实要引导众生往生净土 你自己一点也不执着 因为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要让自己 要让自己很强烈的 每人分分秒秒 我忘记的赶快拉回来 我要带着所有众生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有这样子的悲愿拉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来念佛 念佛当下就往生净土 我们也引导了清明节 所有为超度的众生人类亡魂 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真心我们为他们忏悔广秀功德 带着他们皈依 然后呢 现在要带着他们当下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我们的心愿 早就定在西方极乐世界了 不会再退转了 所以一个还没有结婚的男人女人 她已经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我问各位她还会结婚吗 她还会结婚吗 不可能的事情 她结婚以后还会生小孩吗 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她要带着所有堕胎胎儿去极乐 她要照顾的是所有孤儿 她要帮忙的是所有学校的儿童 愿他们发菩提心 那她就没有那个私心 如果你有私心说我想要结婚 我想要为了我的小孩 你就完全没有艳离心 你完全在执着这个世间的快乐 你怎么可能会怨生西方净土中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说真心的发愿往生净土 那你必定会成佛 因为你是真心的 佛力就加持你 因为你自己不执着世间了 所以这个世间是苦的 西方是清净的 清净的菩提乐 你要分析得很清楚 所以有曾经人家找我 师父帮我念一念回向 希望我赶快找到工作 我说你现在缺钱吗 还好啊 那不用工作了 念佛啊 广快修行啊 最好出家啊 不是很好吗 世间的工作那么难找 但是也不是消极的出家 你要去了解 你的思想要改变 如果一个女孩子懂得学佛了 翻愿往生西方了 她先生有外遇 她会痛苦吗 晚上就像假比哀 是吧 晚上就 我批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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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生不相信你 一父很不舍 他出去 我批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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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执着这个佛教 这样会想一想赚一点功德吧 怕自己堕落恶道 所以要真心的念佛 各位要真心的念佛 今天你学佛了 你儿子被车撞死了 真心的念佛 死亡可以让他去净土 可以让他去净土 叫他不要投胎做人 你人有福报 因为做人你还是轮回啊 这个是末法 所以有时候下三恶道 反而容易超度 投胎做人就很难超度 对不对 像我们在渡完魂 我讲五分钟他就超度了 我从早上讲到现在 你们都还没超度 因为等一下你还要弄弄头发的 你还要说我口袋有点小钱 你想要干嘛 因为你是个人 你是个人 你这个夜报 现在要转换 这个业力把你绑住了 你可能要等到老 还要决定你又没有要往胜 对不对 你现在还有一点 人的这种习性 贪婉 贪婉 就像上回有一位美丽的女人 来跟我讲 师父 讲一讲 后来就知道 她老公有外遇啊 怎么样怎么样啊 她很痛苦啊 那我说这没什么好痛苦 那不是正好修行吗 老公有没有给你钱 有啊 那你太有福报了 又有钱 没事这边晃来晃去 那你不是正好你有活修行吗 她继续哭 我就想 危机一直来 原来她要找我 哦 她还想要 没虚蜜也好 说不对 没虚蜜也好 对不对 哦 她想要转移哦 很多人是这样的 老公抓不到 抓儿子 抓孙子 抓 就是要转移 最后没办法抓一只狗来 因为她要转移 因为她不想要有个失落感 她认为爱情 抓住一个感情是她生命的快乐 这就是完全不了解佛法 或是男人要抓一个权力 我要做会长 我要做会长 有些女人 她就是很傲慢 她就是 我希望很多男人都爱我 她根本不爱男人 她只是一种傲慢心 被磨 然后呢 卡住了 她就是要去找男人 然后诱惑那些成功的男人 她觉得她 哎 你看 连那个成功的男人坐在台上了 都被我诱惑 这样 她根本不是在爱对方 她只是在爱自己的外表 肉体 觉得她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这些各位一定要分析 修行一定要多去分析自己 或透过别人来分析你自己 不然一直觉得说 我这个想法观念是对的 这个世间最难就是这样 她一直觉得是对的 你跟她讲 她就会找一些理由来解释 来唐筛 人就是这样 人就是有一点成就感 你不能让她破掉 她是靠着这个成就感在生活的 但是佛陀呢 叫打破我们的任何一个执着 自负成就感 彻底的打破 我们彻底的放下 不然你到不了西方几个世界 所以我现在劝人家 往生进度不容易 但他快死了 他劝他就好了 痛苦啊 前途茫茫啊 对不对 不知道去哪里投胎啊 那个时候他就会 赶快一念来这十念 佛力加持 把他拉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经常的问问自己 到底我为什么修行 我为什么要来参加法会 如何如何 如果知道自己一个观念错了 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加持我加持我 让我不要有这个不好的观念 不正确的想法 这个叫 念一下 转妄念为佛念 对 你要把这个虚妄的邪的成为一个正念 你赶快念佛 因为自己做不到 如果做不到 我们就不用念佛了 对不对 我们做不到 我要生气了 南无阿弥陀佛 我要起欲望执着 南无阿弥陀佛 我又不爽了 赶快南无阿弥陀佛 你一次 两次 三次 终于就摆平了 不然你就一直在一个错误 颠倒 梦想 所以事实上 会生气人就代表自己的脆弱 自己的不依靠 他是用生气来保护自己 用骂人来保护自己 用男女的身材 情色来保护自己 事实上你 里面都是肮脏了 有什么好骄傲 而且这个身体再漂亮再性感 那个都是很苦的一件事情 有什么好骄傲的 但是人人往上就有 我这手漂亮 我腿漂亮 我头发漂亮 我车子漂亮 但是事实上 对一个有智慧的 这叫智者所喝 就是说有智慧的人会觉得 这个不好 就像各位我常讲一个故事 各位都听过了 龙树菩萨有一次在讲课 很多人在听 龙树大菩萨 她的妹妹 身材很好 胸部很大 她就是趁着人家讲到一半 她妹妹从中中走进来 她希望 我哥哥在台上 大家都看看我 你知道龙树菩萨多狠吗 你前面那两块肉要干嘛 龙树菩萨有她心通 她老妹不过是要来炫耀她的大胸部 这个很没面子 但是这个没有一针见血 她就破不了她的傲慢执着 所以她等于会生气一阵子 但是以后慢慢就觉醒 但是不这样 没办法打破她这种傲慢执着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记住 你不能表现自己 我喜欢 你喜欢什么那就错 没有 我为众生 所以我勉强自己做 可以 勉强 勉强到不用勉强 为什么 无我空性了 任运自在了 但是不能有一点 我喜欢 不管喜欢 就像有时候我看到人家拿电珠 我就知道 那小子小心 他很傲慢 他拿电珠 念给我看的 他是要凸显自己而已 他要引起你注意他 他不是要来修行的 他不是把佛珠念在心里面的 念给众生的 他是挂着好看的 所以一个修行人 至少还会分辨吧 所以各位你要相信你的直觉 有时候你一个直觉知道 他是有所求来的 他是有不好的目的的 所以 那我们要回向给他们 来 发挥功德 回向人类心中 各种无名妄念 各种贪念 各种磨念 往阿虎 那么大悲观音菩萨 那么不动如来 对啦 就是说 你看到对方有不好的 你也慈悲为他提起正念 提起正念 但是你没办法保证可以改变他 但是至少我们为他回向 祈求佛 加持他 这样 如果他还是骂你 那是我的业啊 那不是佛没有力量 对不对 那是本来我的业障 这个业障 我更忏悔 更回向而已 好 所以我们大家来念佛 好不好啊 念大声一点 念到亲民扫墓 父母祖先 所有王者 特别动物友情 马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希望大家行菩萨道 一定要慈悲 慈悲的人 一定不杀身 吃素 放生 护身 平等的普度众生 所以要把这个法 永远的留下来 千万不要因为 种种的 性经社会的不了解 那么就放弃了 放生 这种诸佛常驻之法 所以我想 各种的形式 可以把它变得更好 更圆满 但是内心里面 绝对不要去批评啊 放弃啊 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要成佛 那你样样都要圆满 但是 因为历代祖师大德 就不断地坚持 这种放生 慈悲之法 当然呢 我们也不能随便乱放 调查好 了解好 当然也配合配合 社会正确的方法 那这些 任何一个慈悲 都要用一点 智慧 三角方便 但是呢 法 是永恒的 所以 千万不要放弃它 七十七页 你也家 放生就是旧命 放生就是还在 放生就是旧疾 放生就是慈悲 放生就是捷悟 放生就是实践 放生就是积极 放生就是方便 放生就是改命 放生就是解冤 放生就是消灾 放生就是执病 放生就是旧亲 放生就是严寿 放生就是菩萨 放生能助身兮 二 二 地藏十轮经 放生 放生 诸功德 一 长寿 二 慈悲心 自然升起 三 善神 唯有 四 所有动物 体润 唯亲 而欢喜 五 无量 功德 六 众人 恭敬 七 无病 无 伟害 八 快乐 永幸福 九 深深逝世 尽信 佛陀所行 十 不离三宝 十一 忠惑无上 菩提之果 十二 师父 善知事 长久住世 为师 让灾 祈福 十三 往生 净土 三 一个人 放生 可以免除 一个人 身家的 疾病 灾难 众多人 放生 可以 挽救 世界的 浩劫 改变 世界的 命运 四 金山 佛活 最好的 宵夜 方法 莫过 已 放生 世界上 最大的 恶业 莫过 已 杀害 反过来说 世界上 最大的 善业 是 莫过已 借杀 放生 所以 放生 是 最大的 功德 你能 依 我的话 尽快 亮丽 买 生物 放生 就能 征服 严寿 五 寒 三 问 十 得 放生 可 成 佛 佛 打 约 诸佛 无心 唯以 爱物 为心 人 能 救 物 知 苦 既能 成就 诸佛 心 愿意 故 一念 慈悲 救 一物 命 事 一念 观 世 因 也 日日 放生 则 慈悲 日日 增长 久久 不息 全念念 流入 观世 因 大 慈悲 海 以 我心 己是 佛心 焉得 不成 佛乎 故知 放生 因缘 非 小善 之 所能 比 凡我 同愿 以广 行 劝 勉 散令 群生 同归 悲 化 从过去佛陀以来 所有救护生命的功德 乃至我们今天已做 乃至未来不间断地做 这些介绍次数放生 保护众生的这种心态行为 从内心里面水洗 而且希望自己的生命也融入 这样子的一个功德海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救护生命 不自私的 保护所有生命的这种心态 那你永远就快乐了 一个人之所以痛苦 他就是有我质 我爱 我恨 我喜欢 我想要干嘛 这种贪嗔痴 一个人的生命要转为一种平等 无我的 我们不断地强调 大悲心 菩提心 所以真快乐 希望你的生命只要站在那边 众生就超度 那个叫佛 见佛得解脱 对不对 礼佛 念佛 拜佛 都可以让众生脱离伤恶道 所以将来还可以成佛 不得了 那么多宝路来 永离山途 得无上道 但是各位 你现在就要开始累积这个功德 希望你的身体 希望你的声音 希望你的名字 希望你的一切一切 所讲的话变成经典 让众生可以离苦 所以成佛多殊胜 但是你为了要成佛 你要不断地戒杀 放生 护生 念经 广结善缘 布施 那你这样子的善业 只要是回向众生 无上菩提 那你这个善业永远存在 最后呢 圆满成佛 就像佛的向好庄严 都可以布施给众生 消无量业 成就无量功德 一句阿弥陀佛 就可以成就 不可思议了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不是佛 但是各位更要一直精进 自己努力 追求成佛之道 所以所有功德 学佛过去这样 供养给众生 回向无上菩提 所以也不断地 祈求诸佛菩萨的加持 希望各位多收看 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支属房医师苏伟如 武汉肺炎非常时期 降低脊肺频率及保持适当距离 有助防疫 避免参加人数多 近距离 长时间的大型活动 可以预防被传染的风险 如果参加活动 提醒您 一 尽量与他人保持一公尺距离 二 随时保持手部卫生 三 选择以空气流通的场地为主 活动主办方需随时关注中央疫情资讯 因应活动办理 并提供完善防疫计划 例如场地设施消毒 掌握人员健康状况 被躲防疫用品等等 为民众的健康把关 最后提醒 本身具有慢性病或身体不适者 都应避免参加集会活动 降低被感染的机会 有一个叫恒林的地方 那里有很多池塘 池塘边种植着大片的芦草 许多麻雀飞到这里来安家 哇 这里怎么有这么多麻雀呀 你看 这里有这么茂盛的芦草 这些麻雀一定都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嗯 是啊 这里真是麻雀的天堂啊 是啊 麻雀们住在这里一定非常幸福 然而 这里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是麻雀的天堂 因为有一位姓王的村民 经常在芦草间布置下大鸟网 捕捉这些麻雀 你看 姓王的又去捕麻雀了 是啊 每次他都会捕捉到好多麻雀 然后将他们活活杀死卖掉 实在是太残忍了 是啊 他这么肆意杀生 迟早是要遭报应的 遭到报应 那是他活该 过去我好心劝他不要这样做 会遭到果报的 谁知道他竟然将我骂了一顿 真是气死我了 他是村里出了名的恶人 最好快点遭到果报 这样才大快人心的 你们看什么看 不认识老子吗 再看老子 老子就把你们俩的眼珠子挖出来喂狗 真是不可理喻的 王姓村民来到芦草间 便将鸟网布置了起来 然后拿着竹竿敲打芦草 让躲在芦草里的马雀兽精 纷纷飞入网中 今天可要多抓一些 否则下周可就没钱喝酒了 你难道给我飞到网里 快往网里飞 再多点 再往多点 你怎么能不往捕捉这些麻雀呢 是啊 你看这些麻雀被网中后 痛苦挣扎的表情 多可怜啊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你们是谁啊 还敢管老子啊 吃饱了撑着啊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这么说已经是对你很客气了 快走 要不我一杆子 将你们打到池塘里 哼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啊 我就不讲理了 怎么样 你能把我怎么样 两位 别跟他一般见识 快走吧 快走吧 他这人怎么这个样啊 完全不讲道理 对啊 真是气死我了 你们不是本地人不知道他 这个姓王的性情凶暴 常年以王鸟为业 是我们村出名的恶人 我们村里的人都非常厌恶他 你们二位还是别招惹他吧 今天的收获可不少啊 王姓村民将麻雀装入袋子里 带回家后 便会用大石头 将袋子里的麻雀全部压死 然后再带到市场出售 嘿嘿 今天的收获可真不少啊 一定可以卖不少钱 叫什么叫 吵死了 我让你们叫 我让你们叫 哎 姓王的又在家里造孽啊 是啊 听听这些可怜的麻雀的声音 我都忍不住要流眼泪了 你说他的心怎么会这么狠啊 他这么凶残 终究是要遭到果报的 叫啊 怎么不叫了 哼 看来不弄死你们 你们就不知道闭嘴 好了 一会儿把这些麻雀拿到市场上卖掉 又能赚到不少钱的 真正的野味 刚捕捉的麻雀 便宜卖啊 这么多麻雀啊 都是我捕捉的 怎么样 买点回去炸炸吃 味道可香着呢 这可是真正的野味 你是怎么抓到这么多的麻雀的 用捕鸟瓦啊 可是这些麻雀怎么都死掉了呢 当然得先把他们杀死啊 要不我怎么拿到这里卖啊 他们会飞走的 所以我抓住他们后 会用石头将他们先压死 你放心 这些麻雀都是刚刚死的 你是用石头将他们活活压死的 这真是太残忍了 你怎么能这样做 老头 你买不买啊 不买就赶快走 别耽误我卖鸟 真是残忍啊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要知道杀生可是极大的罪业 而你又用那么残忍的方式 杀害了这么多生命 早晚要有报应的 我劝你还是趁早收手吧 你给我滚 老家伙 小心我用石头砸你 哼 什么果报 我才不相信什么果报 终于有一天 果报降临到了这位王姓村民身上 他在捕鸟的时候 突然感觉后背剧疼 于是急忙去医院检查 这怎么回事呢 我的后背怎么会这么痛啊 痛死老死了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医生 医生 我的后背究竟怎么了 很严重吗 你后背上生了好多疮 这种疮的有个俗称 叫做百鸟巢王 啊 百鸟巢王 是的 据我所知 这种疮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啊 哼 什么百鸟巢王 不就是生个疮吗 老子还就不信了 这个疮能要了我的命 我看你这个医生 是在吓唬我 想多骗我些药费吗 王姓村民 染上毒窗后 仍然继续捕鸟 结果 他后背上的窗越长越多 几天后 他便痛得无法行走 只能躺在家中 昼夜身影 该死 几天怎么就网出这么几只 哎呀 痛死我了 哎呀 好痛啊 哎呀呀 痛死我了 我受不了了 好痛啊 哎呀 已经好几天 没看到姓王的出来捕鸟了 他的叫声 却一天比一天痛苦 是啊 看样子 这次他病得很重 哼 真是报应啊 你们不知道啊 我听说他得的叫一种 百鸟巢王的绝症 百鸟巢王 听听这病的名字就知道 他这是杀鸟太多 得到的果报 是啊 真是恶人有恶报 是哪个混蛋在外面议论我 等我病好了 我出去撕烂你们的嘴 哎呀呀 好痛啊 哎 真是个恶人 都病成这样了 还恶语伤人 然而 这位王姓村民 再也没有机会出门了 他身上的毒窗 开始一点一点溃烂 他的舌头也张漫了毒窗 连话都无法说 最终痛苦而死 杀生行恶 原本就是极大的罪业 却还对别人的善意相劝 而恶语伤人 最终得到的 自然是自己种下的恶果了 同样的 生命电视 慈悲爱终生 接下来请收看晚课